大家好,这期视频我将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用自己种植的有机辣椒来制作剁椒酱 离开了辣椒我几乎无法生存 就连喝稀饭也要加上一勺辣椒酱 各种不同的辣椒酱全部是自己制作的 家人和朋友们都说我的辣椒酱秒杀老干妈 我每年都要种植20多颗不同品种的辣椒 尤其是这种高产的小米椒 先到地里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种植的辣椒 大家先看看我的辣椒杆有多粗 不知道大家是否见过这样大的辣椒 我是一米六八一米六九的个头 你看这个辣椒长多高 纯粹是一棵小树而且它的产量非常的高 极力推荐喜欢吃辣又想自己做辣椒酱的朋友们 在自己家院子的房前或者住屋后 种这么一两颗辣椒 这种小米椒的产量非常的高 盆栽的效果也很好 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当棚井用来观赏 今天是2021年的9月6日 转眼间炎热的夏季获去了 辣椒已渐渐开始成熟了 刚才大家参观我的小米椒的小树 大批的变红要等到10月初 我们先采摘一些其他品种的辣椒 辣椒的吃法有很多种 最常见的就是做红油辣椒 剁椒酱 泡椒 油泼辣椒等等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样用地里种植的有机辣椒 来做多椒酱的 水泼辣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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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